风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一封家书比末间诉诸多少情感 几多故事 他写给韩清清的书信 两个月的时间中写了九十封 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家书上 究竟写成什么样的内容 当兵的时候他们给家里面写信 如何在书信的自立行间 表现出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的态度 不同身份的人就有不同的问安的办法 对于政界可以叫军安 在现代通讯手段的冲击下 传统的书信还承载着怎样特殊的价值 我们不反对用流口用微信 但是如果你以为庄重的话 比如说你要结婚 你不如写通信 他们会很珍视 文化学者赵恒 带您感受书信的艺术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这首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春望 在那个没有照相书 也没有摄像书的年代 是书信帮助我们还原历史 了解历史 虽然有人说 今天书信离我们的生活渐渐远去了 然而它散发的光彩依然夺目 今天我们请来了著名文化学者赵恒先生 为我们讲一讲书信的故事 掌声有请赵恒先生 您好 赵恒先生 欢迎再去做个影运之旅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在半年之内写过信的请举手 你写过 是一封跟老同学 中学时期的老同学一起的一个回忆 你怎么想到要写信呢 现在不是发短信都很方便吗 或者写个电子邮件 用这种穿托方式 我觉得更为真诚一些 我们现场来了有几十号观众 只有一位观众在半年的时间里写过一封信 的确有人现在觉得写信已经过时了 赵先生您是来跟我们谈书信的故事的 当您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现场观众 大概三十多位 有一位写了 这个我们邮政系统统计的比例 基本上是相符的 就是我们七十年代 我们现在邮筒里面收到的平信的邮件 是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二三 二和三啊 不是二十和三十啊 对 百分之二三 那么我们的现在街上还有一些邮筒 但是越来越少 可能在邮局的门口还有 里面没有信了 邮递员也不每天去开邮筒了 平信基本上没有了 为什么 就是我们进入了电子的信息时代 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都是通过电子邮件 就我们通常说的发个email 就传达了 那么就不再有人用手来写信的 可以说书信即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 那么书信还有没有它的实际价值 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有的 为什么说有呢 第一我觉得是比那些东西更有质感 更庄重 比如说梁石秋 他结发夫人去世以后 他爱上了一个台湾的明星 叫韩金青 梁石秋是中国近代的散文家和翻译家 1974年热心与两岸交流的梁石秋 硬邀去台湾访问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台湾之行 竟让自己在71岁时再次蒙发爱情 当时丧偶不久的梁石秋对台湾影星韩金青一见倾心 但小他28岁的韩金青对他心存顾虑有意拒绝 不过梁石秋并没有放弃 极富文学才华的他 决定用写情书的方式来赢得韩金青的放心 那么梁石秋究竟是如何做的 让他最终跨越了年龄的鸿沟 打动了韩金青呢 他简直是一种热恋 虽然他们已经是黄昏恋 对他来说黄昏恋 他们两人相差28岁 那么这个时候他写给韩金青的书信 两个月的时间中写了90封 两个月写90封 平均一天一封多 1.5封 写完结果怎么样啊 这么写 他们最后感情非常结婚了 当然结婚了是一段佳话 笔更不错才能最终报到每人 最后这个他们而且节机出版了 叫做《亚瑟情书》 因为他都是这个谁的 这个梁世秋的这个叫做《亚瑟情书》 刚才这位观众也讲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 他有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这样 真诚 真诚 他用的是真诚两个字 我觉得用得很恰当 就是很真诚 这并不是复古 而表达了一种真诚 我总是希望能够在 我们的电子信息时代 还能保留这个东西 因此在格式上就会不熟悉 原来怎么写信的问题 比如说你给你同学张三 接着冒号都没有 直接写起来 直接就写起来 也没有成为说张三同学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在电子邮件里也出现的问题 格式应该是如何 随着常常这样写email 很多东西都会被忘却 或者被遗弃 我想这个信的格式 还是应该有的 比如说某某 或者某某的称谓 后面冒号 然后空两字起一段开始写 然后下一件事 又是另起一段 这样写下来 像书虽然是发在email里面 但是还是像写在纸上的书信一样 所以让它有一种质感的体会 我想这是在email里面 应该保留一些书体的东西 我们今天无论是 写一封email也好 或者说是我们写一封 纸质的书信也好 你如果不会古文的话 不要转文 最好非常平实的 就写某某某某先生 或者是某某大哥 要不然闹出笑话来 要不然就会出现很多笑话 我就看到过这样的信 有的是称对方为师兄 实际上是平辈的朋友 他觉得人家比他大两三岁 觉得关系很好 管人叫师兄 这就是大错特错 因为什么叫师兄 只有你和他爸爸是朋友 你给他爸爸的儿子写信 你才能称人为师兄 那无形之中 就把别人降低了一辈 自己当叔叔了 就是给人当叔叔和伯父了 还有学生给老师写信 有时候在古文里面 爱用夫子两个字 夫子就是有学问的老师 男性的学生 给男性的老师 可以称 夫子道习 夫子道习 夫子教习 这都可以 那么有的女学生给女老师 也可以称夫子 没有问题 唯独女学生给男老师 不能称 不好称夫子 就称了夫子会有什么后果呢 在古文里面 没有什么后果的问题 这样人很不知所措 因为古文里面 夫子有丈夫的含义 一个女弟子 给男老师称为夫子 这个男老师很难以接受 对吧 所以这就是有很多问题 闹了笑话 所以这个称谓不能胡用 你不懂你可以学习 你不要随便乱转 那说到这儿 我也请一下现场的 几位来自外国的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 什么样的问题 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关于那个 就书信的这个称谓 那么中国这边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 因为在马来西亚 就是古代 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 然后后来呢 就会加上 比如说阿拉伯的一句短语 那么在这个心头这一方面 比如说短语 在不同的位置 是代表这个人 在社会上不同的身份 就比如说 如果是在左上侧 那么就是代表 书信的那个人的身份 是比我们要第一一层的 那如果是平背的话 就会在中间 那么如果是在那个 右侧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身份 会比收监人的那个要低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究 所以想问一下老师 在中国的话 就称谓这部分 或写信的这个格式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一些讲究 我们和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 都有这些东西 怎么称谓 应该称什么 比如说你给一个长辈写信 你只能够上面写某某先生 赐件 因为他是长辈 就是赏赐的赐 赐件 就是我荣幸地让你看一看 你赐给我 看我信的机会 赐件 你就不能称为会件 恩会的会 那么给同辈的 可以称为会件 给长辈就不能称为会件 还有各种问候 最后总有一种问候吧 什么安 是吧 夏安 秋安 这是很普通的 那么不同身份的人 就有不同的问安的办法 对于政界的 可以叫军安 就是雷霆万军的军安 对于像军人 可以叫做薰安 就工薰的 建立工薰 薰安 是吧 那么对于商人 商界 可以叫做酬安 酬化的酬 运酬帷幄的酬 你可以不使用 但是不应该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应该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有所了解 好 谢谢 那您觉得还有生活中的 什么环节应该写信吗 给父母 家人 兄弟 姐妹 这里面可以体现 亲情 爱情 友情 可以讨论学问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张元济先生和傅增香先生 两个都是藏书家 他们两个人往来了若干 一封信叫一通 一通书信 一通 那么他们往来了若干通书信 都是讨论藏书版本的 后来就是在二三十年前 就是把它节级出版 就叫张元济 傅增香 论学书长 那么实际上 这就是学书著作 他们除了有一般的问候语 什么以外 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一部巨著 一部论学巨著 所以它的范围很宽泛 中国历史最早的家书上 究竟写着什么样的内容 当兵的时候 他们给家里写信 在没有便捷的交通情况下 古人如何完成传递书信的重任 一出健康 他把这一百多封信 统统地扔在水里 军事家黄兴一封什么内容的书信 帮助后人解开了一段历史遗团 他给这个友人的戏目就说 清兵来 来补我 弄得我 练一碗过生日的韩举面 都没吃到嘴 我就从厨房的后门跑掉了 文化学者赵恒 带您细品《书信的艺术》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那您跟我们讲一讲 古代的这些书信 包括家书在内的书信 它究竟承载了哪些文化内涵 我们从中能读出什么呢 因为如果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追溯一下书信的起源 私人的信件应该说是 起于战国 剩余就是开始比较多了 那么是在秦的时候 我们举个例子 目前来说最早的私信 是1976年 我们湖北云梦 睡虎地秦墓所发现的墓简 这个墓简就是木头片 这个木头片上面写的是 真正的私人的信件 这封在湖北省云梦县 睡虎地被发现的秦带墓简 材质为一块薄墓 它被人们取名为 睡虎地十一号墓简 根据相关处图记载 这封信写于秦始皇 二十四年二月新四日 那么这封写于秦带的家书 内容究竟会是什么呢 什么内容呢 什么内容呢 一封是他们是兄弟三人 一个叫做荆 因为那时候人的名字很怪 这个荆就是荆孔的荆 一个叫做黑肤 一个叫做中 那么一封是荆 单独写的 一封是荆和黑肤一起写的 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呢 是湖北安禄人 就是今天的云梦 湖北云梦人 你们大家都知道 秦朝是一个暴政的时期 姚义和军队争的士兵 是非常多的 那么兄弟三个人都被征到河南 淮阳去当兵 当兵的时候 他们就给家里面写信了 写信的内容很简单 说夏天快到了 他们需要夏天穿的衣服 让给土人带过来 还跟家里要钱 还跟家里要钱 跟今天我们写的内容差不多 这个东西出土 在什么地方出土的呢 是在云梦出土的 可是信是从淮阳写 就是他们被争取的地方 淮阳写 我觉得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封信带到了 如果在淮阳发现的话 这封信还没寄出去 可是在安禄 就是今天的云梦 发现了说明是这封信带到了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目前来说 最早的撕信 今天有一句话 你给我烧个信 烧个信呢 如果加了耳化音 可能是口信 那么也可能 你替我烧封信 没有耳化音的这个信 可能就是一封实体的 实质性的信 唐代的时候 那么开始有些旅社 带办一点这个 替人烧信的事情 因为旅社有南来的北往的 那么可能把这封信交给到某地的一个人 带去付一点费用 这也挺有风险 你也不知道那人人品怎么样 就拖他带走了 那么这是一般的老百姓 叫技术信 那就是以前 如果说要给人烧一封信 这是挺大一人情 他得背着 走那么老远 是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没有邮政 只能唯一的途径是托人带 那托人带 如果这人路上闲来没事好奇 有这样的例子 我打开看看 你都写些什么怎么办 关于打开看的问题呢 有这样的故事 你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封 一出戏 叫做四进事 马连梁先生和周信芳先生都曾演过 那么四进事呢 就是这个主人公呢 是叫宋世杰 本人是一个宋师 宋师呢就是替人打官司的 他呢好打抱不平 他家里还收养了一个甘女儿 这个甘女儿恰恰有一个冤案 要来告状 住在他家里 那么不久呢 又来了两个公差 就是宋公文的 他呢就很注意这个开 因为宋世杰既是宋师 又是开店 他看这两个 这个两个人很可疑 于是呢 他就用酒呢 把两个公差灌罪了 从他们的包里呢 发现了一封信 宋世杰利用自身 是客店老板的身份 把两位牙役灌罪 当他打开信后 果然如自己所料 他看到的 正是甘女儿案件中 被告田伦 写给地方官固读的贿赂信 这封信的内容 也就成为了案件的重要证据 这个田伦给固读的信 就是要回护这个案子 实际上对他的甘女儿 并不利 是回护这个案子 这是官官相护 要让他去做这个 贪赃王法的事情 最后一句 他讲叫 讲什么呢 三百两文银押书信 多多拜上顾年凶 他们是童年 都是一科的童年 三百两文银押书信 多多拜上顾年凶 押书信 就是我除了这封信 我还有三百两银子 附在里头呢 大概是个银票 三百两文银押书信 多多拜上顾年净在不言中 就是你替我把这事办了 摆平了 这三百两银子送给你 宋世杰 把自己的袍子掀开 把所有信的内容 全都录在他袍子的 这个大这个李子上 到最后在公堂上 他把这个 他不能把信扣了 比如说这是你说 拆信的故事 异庄冤案 因为这封重要的信件 也就此沉冤得绝 尽管这是一个 被民间演绎了的故事 但这却是古时 家书传递中的真实写照 由于没有发达的交通 和邮政系统 古时百姓的家书 只能依靠托熟人 甚至是陌生人担心 来完成自己信件的邮递 而除了传说故事 中国一些成语的由来 也和家书的传递 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有一句成语 今天知道的人不太多 叫做红桥之物 红是洪水的红 桥是这个桥梁的桥 去掉木子旁 红桥是一个名字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东晋的时候 东晋的首都是在建康 就是今天的南京 有一个人 他被派到豫章去做太守 豫章就是今天的南昌 那么临走的时候 大家给他送行 有一百多人 其中很多还是做官的 或者是读书人 知道他要到南昌去上任 到豫章去上任 托他带了一百多封信 给他带了 当时 一百多封信 多大一行 那恐怕很大一包 一捆 一捆 那么托他 当时他都说 好好好 我替你带的 当然他不是自己走了 恐怕有吓人什么 就即便是这种情况 一出建康 就是南京城 走到一个叫石头的地方 他把这一百多封信 统统地扔在水里 那么他还阵阵有词地说 因为扔在水里 沉者自沉 服者自服 底下还有一句 红桥是他自称 沉者自沉 服者自服 红桥不为至游史 他很清高 我不给你到游差 我不给你去传达这些信 出了南京城 到走的一时 全给人扔在水里头 非常可恶 就是后来就把这个信 托人转交 而记不到的这种情况 叫做红桥之物 这个是一个典故 也是一个成语 说是哎呀 说我给你一封信 没收到没有 没收到 哎呀 这红桥之物 红桥之物 就是说没有记得 所以说一封信的寄出 是很 在古人那个时候 是很艰难的 因为在古时候 有的连 替你烧信的人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故事 红艳传输 要鸟 或者是用鱼斧藏书 鱼肚子里面藏书 各种这种传输 所以对于书信 今天我们叫的书信 有可以说出几十种称谓 鱼艳 这个书渣 这个遥寒 耻毒 欲寒 各种各样的 对于书信的哑成 就是人们对于书信的那种渴望 所以书信呢 在中国古代 有一个别名 叫做千里之灭 就是我能够通过书信 看到千里之外的你 叫做千里之灭 见书如见人 对 所以我们经常在信的起始的一句 叫见字如物 见信如物 见到我的信 见到我的字 好像我们见面一样 所以有这样的东西 到了近代社会 人们写信 可能留下的佳话就更多了 对 到了实际上我们真正 有了祭地邮政 真正的中国的现代邮政 应该说到了1890年 才开始筹办这个大清邮政 鸦片战争后 英国殖民者赫德 在中国建立了 具有殖民地色彩的邮政系统 海关波斯达 并于1878年7月 发行了第一套大龙邮票 最后 海关波斯达正式改名为 大清邮政官局 但当时邮政大选 却仍然操纵在 英法等外国殖民者手中 此后 中国人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 努力和抗争 直到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才真正实现了家属安全自由 在中国的传选 聊到这儿我再问一下现场的三位外国来宾 我非常同意 属性有它的意义 有它的价值 不过我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再过几年 再过一段时间 属性这种联系方式 会不会彻底消失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中国现在还有没有人写信 好的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实在 我很遗憾地这样想 就是若干年后 很可能 我们手写的书体的书信 会逐渐消失 留下的是书信的文物 而没有了它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 第二我也可以欣慰地告诉你 中国还有着一部分人 在坚守着用手写信 他们这种坚守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重 谢谢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明星片算是书信的一类吗 应该可以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写书信的这种习惯 并没有渐渐地那种 消失得特别明显 因为很多都会用明星片 去取代了写书信的这种方式 这个明星片是两个问题 有的人喜欢旅游到一个地方 给他的最好的朋友 发一个postcard 这个postcard就是明星片 那么这个明星片 有的没有内容 只是有重视的是邮戳 我这个明星片的风景 比如说是卢克索 盖的邮戳是卢克索 你得到会很珍贵 我一个亲爱的朋友 从卢克索的那个地方 通过卢克索的邮局和邮戳 给我收到了这个 但是这种的明星片 严格说它不属于信杂 它只是一个邮寄来的纪念品 还是要写有内容的 能够留下一些回忆的信 对 因为我最近收到很多 都是有内容的 就会发现其实很多 其实我们可能是找到了 另外一种方法去 比如说我们不写书信 但是我们是知道它的珍贵 所以我们找到另外一种方法 去延续这个习惯 在现代通讯手段的冲击下 传统的书信 还承载着怎样特殊的价值 我们不反对用QQ用微信 但是如果你以为庄重的话 比如说你要结婚 你不如写一封信 他们会很珍视 文化学者赵恒 带您细品书信的艺术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那从这些私人书件当中 我们读到什么呢 书信呢 它还有它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就是它作为史料的价值 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各方面面的情况 通过书信 那么书信是写给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看的 因此它的情感是最真实的 它的思想是最真实的 所以说这是书信本身的这个 史料价值 它的史料价值 比如说黄兴在从事革命运动的时候 清廷也是多次地去逮捕他 最重要的一次呢 是已经是定好了去包围他的家里面 黄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 1904年 黄兴在长沙策划长沙起义 因无意中走漏了风声 湖南巡抚欲派兵逮捕黄兴 幸运的是 由于提前得到消息 黄兴躲过了这一劫 但是关于差异 到底是哪天前来逮捕黄兴 以及他是如何逃脱追捕的 历来流传着多种说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们一直无法弄清 哪种说法才是真实的 最终直到黄兴写给朋友的一封私信 被人发现 这段传风多年的历史 才终于水落水出 关于这个日期 历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有可能说这个日子 那个日子不同的说法 也莫中一世 那么后来若干年后 很偶然的情况下 发现了一封黄兴给他友人的信 因为黄兴这个人是湖南人 湖南有一种特别有名的食品 叫做韩菌面 韩菌呢是一种像蘑菇一类的这种菌类 可以拿油啊 浸泡 这种浸泡以后 油里都有菌的香味 然后他做了一碗韩菌面 自己给自己呢过生日 他给这个友人的信里就说 那一天这个清兵来逮捕我的时候 弄得我连一碗过生日的韩菌面 都没吃到嘴 我就从厨房的后门跑掉了 虽然是一封普通的信 涉及到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可以纠正了原来的四种不同的说法 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么黄星的生日那天 就是他逃脱的那一天 通过一碗韩菌面 没吃到嘴 就证实了这件事 虽然是一件极细微末节的小事 但是给历史的一个答复 刚才呢 赵先生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信 基本上是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的 有的可能写信的人也没有想到 这封信将来会成为文物 被公知于众 有没有这样的信 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是给后人看 应该说也有 比如说曾国藩家属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句源于儒家李济大学中的话语 成为了曾国藩家属中 最打动世人的字句 曾国藩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 是清代以文人而封母侯的第一人 曾任两江总督 直立总督 官居一品 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他在家书中记录了自己对于修身 教子 持家 交友 佑人 治君 为政等多个方面的论述 在现存的一千四百多篇家书中 可谓句句料语 字里行间透露出曾国藩对于人生理想 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的追求 曾国藩家书描写的真实细密 平常而又深入 后人将曾国藩家书 誉为真实生动的生活保健 那么曾国藩家书呢 是记录了曾国藩给友人和其他的 尤其是给家里的一些私信 包括给子侄的 给兄弟的这些信件 这个里面呢 因为我们不要忘掉 曾国藩是一个政治人物 是一个可以说是忠心众臣 权情朝野这样的一位人物 那么他写的信里面 在当时写信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若干年后 他的百年之后 这些信会公之于众 因此他对于一些时局 一些政论 对于一些家里面的要求 包括个人报复的书发 一些胸义的表达 都要突出他自己的人格特色 他要通过这些书信 表达他的人格 表达他的政治报复 同时也包括他对于中国传统的遵循 包括对于家里面 子职的严格的要求等等 刚才您讲了 它有史料价值 有文学价值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价值 就是从前是早就没有人使竹简木简了 有了值以后 那么就是用的叫做信尖 后来发展到还有一种叫做采尖 采尖的发明者应该说是唐代一个女子 叫做薛涛的 她是随着父亲到蜀中去做官 就今天的成都 她的家就在成都的焕花溪 今天还有这个地方 那还有薛涛墓 她发明了一种用桃花瓣染的一种尖纸 薛涛很爱做诗 她的每一首诗写在一个尖纸上 那么今天我特地带来了一些尖纸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薛涛尖 她发明的这种各种颜色的尖纸 这个是带金箔的 都有撒金的 也有不撒金的 你要想看 枣的也有 比方说这张是清代生产的这个采件 清朝的 清末的 来我给大家念一下 九重春色最先桃 对 这个用于什么比较合适呢 如果你给老年人祝寿 那么老年人收到这样美的一个采 再加上你的笔墨非常的漂亮 行纹非常的漂亮 那么老人会非常高兴 这是用于对老人祝寿用的采件 清朝的 这是清末的 清末的采件 还有这个也是清末的 这本身就是一幅画 这一幅画 印的把它淡化了 那字就盖在这个画上写 就盖在 它都比较淡化 就盖在这个画上写 不忍心下笔 那么这是一位老先生的 给我写的信 里面有他的诗 所以也用的是一种采件 他用的是 这位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他用的尖纸呢 也是清末的一种采件 上面画的是一些花卉 花卉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收到的八行间的 就是给我的信 这就是最普通的信纸 八行间 这个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下 不能用蛛丝 就是自己家有丧事 或者对方家有丧事的时候 这个格子不能用红的 就是珠颜色的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话 那么所以在三十年代初 鲁迅是非常喜欢这种东西的 鲁迅他经常去跑琉璃场 当然鲁迅跑琉璃场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掏书 那么他附带着 也会逛逛一些南纸店 他在南纸店里面 就是南纸文 就是今天画叫文具店 像荣宝斋就属于清密阁 这都属于南纸店 那么就发现了一种东西 就是写信的彩间 这种彩间太丰富多彩了 就是当时在北京的 许多画家名人 金城 金北楼 齐白石 都为荣宝斋 清密阁画过尖谱 然后去做成兼职 三十年代初 三一年吧 鲁迅和郑振夺两个人商量着 搞一个北京坚普的汇集 那么他们去找这些 清密阁这个荣宝斋 当时好像要价是五百块大洋 这个已经在当时来说 很高的这种印制费了 但是他们这件事 最大的一个意义 是真正救活了 刘立场的木克水印 木克水印的技法 当然今天已经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那木克水印的技法 跟鲁迅和郑振夺 去印北京坚普 是密不可分的 印了这北冰坚普以后 从五百多张信件里 挑了大概三百三十二张 分成六册 成为一步 那么每一步都编了号 前面有鲁迅和郑振夺的 做的序言 那么首印只有一百步 那么今天就不得了了 一百步能留存下来的 而且每一步都经过 鲁迅和郑振夺签名 那么今天在拍卖市场上 已经早已是百万以上了 是不是很多人 都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甚至不知道 这样的兼职上哪去买 今天我们写信 能够找到一个 有格子的稿纸写信都不容易了 或者随便拿一个小便条 便签那种带着不干胶的 写两句就给人贴在门上了 这就给人留口信了 跟这个比起来 既没有美感 又无法存世 刚才特别是您拿到 那位老先生 已经过世的老先生 在美丽的信间上 给您写的这封信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如果一个人 可能他的生命不在了 但是他所给另外一个人 留下的关心 美好 问候 还能伴随着这张纸的存在 而永存 是的 中国的历史文化中 有很多非常美的东西 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 有些东西在我们这样 比较物质生活 比较好的时代 应该有所追求 有所保留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每一个人不一定去写信 不一定去收集兼职 每个人都应该在 自己有限的生命中 使自己享受到 人生能够享受的东西 挖掘更多的享受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谢谢张恒先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恒先生 到这个讲台前来 回答一下现场观众朋友的问题 来 有请 之前我们就是都知道 钱中书之前的书信 有被推卖了 然后您对这件事 是怎么看的呢 是 这个是一个 很敏感的话题 但是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书信 是属于私人的东西 是吧 那么今天我们市场上的 对书信的收藏的重视 以及它的价值 是每年按照 递增30%的速度在增长 就说明人们对于 书信的重视 引发了尤其对 名人书信的重视 那么这些信 是钱中书扬价给别人的 所以我觉得在写信人的 其中一位在世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应该尊重 这个写信人的 他们的自己的意愿 就现在就是一个电子社会 就像我们年轻人 现在都用微信 QQ就是聊天 我们年轻人就是说 该怎么样看待书信 这个是不一样的 用微信 用QQ 用QQ 你可以不太注重 潜词造句 甚至用一些网络语言 比方说这件事情 我很悲惨 觉得现在我们用很悲催 对吧 但是网络的语言的特色 不能够落在信上 我们不反对用QQ 用微信 但是如果你以为庄重的话 比如说你要结婚 你给你最好的一个朋友 是去通知他 你不如写一封信 我什么什么时间 这个还不完全是情节 你可以很庄重地写 对他的尊重 那么都是我想 他都会很有纪念意义 他们会很珍视的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赵红先生 今天赵红先生做客 《文明之旅》 给我们讲了书信的渊源 讲了书信的变迁 讲了书信的价值 特别让我们吃惊 那个时候 人们要把一个口信 一封书信传递到远方 又是多么地艰难 今天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变得非常地便捷 然而我们发现 我们的生活 并不是变得更精致了 而是变得更加粗糙了 如果你也希望 给自己的后人 留下一份 见字如见人的回忆 如果你也希望 通过自己的双手 来创造一段历史 来加深一段情谊 那么朋友们 开始写信吧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文明之旅》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